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华为即将推出的移动操作系统 HarmonyOS Next 这不仅仅是一个系统更新 更是华为在与安卓和iOS的竞争中所下的一盘大旗 陈欣欣表示 这个纯写版本的HarmonyOS将不再依赖安卓 而是完全自主开发 这一点无疑让人充满期待 自2019年以来 华为在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可谓惊人 超过91台设备上运行着HarmonyOS 并拥有254万名开发者 华为更计划投入70亿元人民币来推动这一生态系统的发展 显示出他们的雄心壮志 随着Mate70系列的发布 HarmonyOS Next即将进入商用 并且京东等企业已经开始为这一系统开发应用 更令人振奋的是 根据最新报告 HarmonyOS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迅速增长 甚至超越了苹果的iOS 成为第二大移动操作系统 这一切都预示着华为在全球技术竞争中一展雄风的机会 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华为的这一举措无疑将成为业界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重磅消息 这则消息来自于南华早报 内容涉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即将推出的最新版本的自家研发移动操作系统 HarmonyOS Next 这个消息无疑让人倍感期待 因为这不仅是华为在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更是其在国内市场与谷歌的安卓系统 和苹果的iOS系统竞争的一次重要尝试 根据华为HarmonyOS行业 解决方案总经理陈欣欣在北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的发言 HarmonyOS Next将于本月底正式发布 这一版本的HarmonyOS被称为纯血版本 因为与之前的版本不同 它将不再支持基于安卓的应用程序 陈欣欣表示 这一移动平台的最新版本是完全自主开发和自主可控的 这意味着华为在技术上已经不再依赖于外部的安卓系统 从2019年8月华为首次推出HarmonyOS以来 这一系统的发展可谓迅速 彼时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迫使华为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 如今HarmonyOS已经在超过91台设备上运行 并拥有254万名开发者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为了进一步推动HarmonyOS的生态系统 华为计划投资超过70亿元人民币 约合9.87亿美元 用以激励HarmonyOS原生应用和技术服务的发展 这一举措不仅显示了华为对自家操作系统的信心 也为开发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主席于成东在6月表示 HarmonyOS Next将在今年第四季度 随着华为下一代5G智能手机系列Mate70的发布 而正式商用 随着华为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中国开发者开始加入 HarmonyOS Next的行列 这无意为该系统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例如电子商务巨头京东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支持HarmonyOS Next操作系统的移动应用程序将于9月正式推出 这一消息在京东的微信官方账号上发布 显示出HarmonyOS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报告 HarmonyOS最近已经超越苹果的iOS成为中国第二大移动操作系统 在今年前三个月 该系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7%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 华为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的努力正在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HarmonyOS Next的推出 华为不仅希望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与安卓和iOS抗衡 还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技术影响力 这不仅是华为的一次技术创新 更是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展现实力的一次重要机会 从多个角度来看 HarmonyOS Next的推出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 这是华为在面对国际压力和技术封锁时 所做出的自主创新的卓越表现 作为一家在国际市场上经受住考验的科技巨头 华为通过开发自主操作系统 不仅保障了自身的技术独立性 还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其次从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 HarmonyOS Next将极大的推动国内软件和应用开发领域的繁荣 华为投入巨资激励开发者 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应用和技术服务将诞生 这无疑会对整个行业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再次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 HarmonyOS Next的崛起将对安卓和iOS形成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随着更多大企业如京东加入HarmonyOS的生态圈 这一系统的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 同时HarmonyOS的成功也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 重新评估其在移动操作系统市场中的选择 进而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HarmonyOS Next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市场接受度问题 虽然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要在国际市场上与安卓和iOS抗衡 HarmonyOS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其次是生态系统的构建 虽然华为在推动开发者参与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要真正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生态系统 仍需吸引更多的全球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综上所述 华为HarmonyOS Next的推出 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不仅是华为自身发展的新篇章 也是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展现实力的一次重大机会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 看到这一操作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多应用和推广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我们 以获取更多最新资讯和深入分析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和最专业的解读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嘿嘿 谢琪琪 这次华为推出的Harmony OS Next可是大事 你得承认 华为这么做展示了他们在技术领域的雄心 脱离安卓 完全自主开发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 这是技术独立的象征啊 简直是跟谷歌和苹果正面刚的姿态 你知道吗 这就像是诸葛亮的龙中队 战略雄心一览无余 楚天书 你这也太乐观了吧 独立开发是好 但你别忘了 脱离安卓那么多现成的应用 这些开发者要重新适应多麻烦啊 这就像是曹操当年想北伐 可是马步兵都跟不上 不是说有雄心就行的 市场份额才是硬道理 还有那些应用生态 这里面有多少坑你知道吗 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短事了吧 华为可是准备了70亿元人民币来激励开发者的 这是一笔巨额投资 光是这个数字都能让开发者们兴奋地跳起来了吧 就像是诸葛亮的火烧博望波 一战成名 再说现在京东都宣布支持HarmonyOS Next了 这种大佬都加入了 还怕没人跟随 楚天说 你这话我可是要笑出声来了 70亿听起来不少 但你知道安卓和iOS的生态系统有多成熟吗 这可是几千亿美金的市场 你拿70亿来撼动 这就像是拿筷子去撬大山 还有 京东支持是好 但京东的应用能够代表整个市场吗 这就像是刘备靠一个关羽手荆州 战略没错 但要全盘胜利 可没那么容易 谢琪琪 你这就有点小看华为了 你可能不知道 HarmonyOS已经在超过91台设备上运行 这可不是小数字 这意味着它已经有了很强的用户基础 这就像是刘备入川成功 有了根据的 就有了发展的基本盘 你说生态系统 华为的生态圈正在迅速扩展 这就是它们的优势呀 楚天书 九一台设备听起来不错 但这些设备中有多少是被强制升级的 真正用户体验如何 这些可都是未知数 再说 安卓和IOS生态系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你不能一蹴而就 这就像是秦始皇要统一六国 过程中可是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 华为走这条路 挑战才刚刚开始呢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